事物都调整好了 不应该在这个球季开始之后 来 现在兄弟队有了公司 但那个事物还好 没有扩大 对兄弟 对战飞勇打的是不理想 13个打数只有两只安打 但是在今年球季 两个人再度遭遇 他就告诉飞勇说 我不是去年的彭正敏 大概从去年 彭25 哦 Deadball 飞勇在场上现在出现了一个 触身球店要把脚收回去 来闪躲这个 偏大的那个是偏低的球 那这一次呢 哎 跑得不够准 更内侧 蔡峰安是闪躲不及 接接实实地被打在了 左手的膝盖上 对从飞勇出手之后 就看得到这个情况 是一路穴道 这球打成了一个 在一垒后方的飞球 张家浩来不及了 这球落地行车安打 在确定行车安打之后 才向前推进 现在是形成了满垒的局面 累上的两名跑者 一开始都还 都只能往前各推进一垒 虽然是各推进一垒 但现在形成了满垒 而且是没人出局 形成了一个危机 所以新龙牛队现在就要暂停 泰迪现在出来 恐怕要举行一个会议 这比原本要做牺牲短打 站得满满 这球打得强劲了 这是一个安打 左外方现在安打 在前头的是彭仲敏 回来得分 在后头的是蔡峰安也要跟着回来 这一棒在这两分打点 与智杰的安打 让兄弟向队不仅是追回了失分 而且创世超前了 二比一局的领先 不但这安打得分 而且三壘教练判断非常准确 从二壘开始起跑 通过三壘的蔡峰安 越来越不稳定 这第一局跟第二局差别真的非常的大 这球球都实在太甜 不够外侧而且偏高 所以被打得结结实实 他的第一局让对手三上三下 现在这个半局 这球点 点得不错 拿球之后看三壘顺势 赶快传上一壘 记录上的一个成功的触及牺牲 让陈怀山上到了三壘 让李智杰上到了二壘 现在的第二局发生的状况 这球打成了一个中外野方圈的飞球 曾华伟拔腿后退 这球会打 over 一度滚到了球打 墙角下这是一个深远的安打 好像两名跑者都可以回来得分 这是一个深远的二点安打 在这两分 不需要动 他至少投到七局 有时候投到八局 甚至碗头 但他今天这种情况 就是跟他在去年的季后赛 就非常类似 反而是常常出现 一局就 注意相对在第二局 在飞我们手中 打下了一个大局 现在是4比1 三分领先